西门政府上台后曾以工程费用过高 招标程序不透明等理由呢 取消了前朝政府所修订的八升股双轨火车系统 第二阶段提升计划 那希望能够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降低成本 随着内阁在上个星期五达成共识 决定交由原本承接的公司重启这项计划之后呢 交通部长陆昭福今天也在国会大派定心丸 指这个计划将从原本的52亿令吉 减少至44亿7525万令吉 那足足少了15% 而且也不会牺牲掉防洪措施 我们来看一组国会热报 交通部长陆昭福今天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表示 全新的八升股双轨火车系统第二阶段提升计划 预计需要7年完成 但实际动工日期则有待确定 陆昭福强调 为了确保承接公司不会对西门政府取消旧合约 所产生的成本提出任何索赔 政府将在新合约签订之前 先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 他们不能承认任何赔 任何赔偿 即使我们已经拒绝了 或我们已经拒绝了8月的计划 贸销部长塞福丁经倒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 回答公正党国会议员阿克马的提问时指出 消费人索偿仲裁庭从2016年到今年5月31号 供在全国接获1057宗有关旅游配套的索偿案件 索偿总额高达660万令吉 其中成功索赔的数额高达300万令吉 塞福丁也透露 仲裁庭接获最多的产品索偿案件包括电话 汽车电气及家具他呼吁大家如果因为受骗而面临亏损 或遇到服务问题都可以向仲裁庭入饼索赔